第二部分实验 刚刚讲的是单性杂交 我们接下来进行双性杂交 同时观察两种性状 那我们先来事后诸葛一下 我们等一下举的例子是 种子的形状 有原种子跟重种子 还有种子的颜色 有黄种子跟绿种子 其中原的是显示 所以用大而表达 黄的是显示 所以用大而表达 这两个性状的基因 目前已知 一个位于第七队 一个位于第一队染色体 位于不同染色以上 所以它的实验结果 会非常的漂亮 完全符合遗传学上的法则 那这是事后诸葛 还好它端着挑了两个性状 刚好位于不同染色以上 那在解释双性杂交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讲一些数学概念 你有这个数学概念 后面的理论 后面的实验结果 你才可以解释 再强调一次 孟德有三个科目很厉害 植物杂交很厉害 物理学蛮厉害的 数学蛮厉害 尤其是几率跟排列组合 跟分布 对不对 我知道你们刚刚学过 但是很好用也很重要啊 那我有几个法则 我有几个法则要复习一下 我知道你们可能学过 但是我还是要复习一下 然后之后用到 真的真的 那我讲的一定比较简单啊 首先这样子 有一个法则叫惩法原理 可能叫这个名字 你们可能叫不什么名字 另外叫加法原理 它指的是什么呢 惩法原理是两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几率 为两单独事件几率之乘积 对不对 也就是A跟B都要发生 又A又B 就是A的几率乘以B的几率 如果这样写好了 P是几率 A的几率跟B的几率相乘 好 这叫惩法原理 它的内容是 两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几率 为两单独事件发生几率之乘积 OK吗 好 但如果今天是加法原理呢 就是或A或B咯 A这个事件发生 或B这个事件发生 它的几率就是两个几率之合 好 这叫加法原理 但有个前提 A跟B互为独立事件 如果A跟B有重叠了 你要扣掉重叠的面积 好 对不对 好 但是我们今天呢 我们等一下会用个只有三文这一个 惩法原理 就这样 只会用到惩法原理 两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几率 为两单独事件之乘积 好啦 哎呀 你很烦耶 随便啦 这是几率的部分 好 各位 谢谢 好好好 我们来看孟德怎么做研究 先知道什么叫惩法定理 我们来看实验 它的双性杂交实验 完全按照单性杂交实验走 看好咯 我现在讲的是课门版本 新代先用两个不同的纯品系 它这边用的是什么呢 圆的种子跟黄的种子 圆纯品系黄纯品系 双性状显性纯品系 另外一边呢 是双性状隐性纯品系 是又皱又绿 好啦 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个现象 如果当时做单性杂交是圆跟皱 圆跟皱都是纯品系 那单性杂交黄跟绿 黄是跟绿各自纯品系 现在两个形状都是纯品系 组合在一起 好啦所以所谓的清代是圆黄纯品系 跟皱绿纯品系杂交 出现了F1 F1呢 跟前面的单性纯品系 一样 只出现一种表征 就是又圆又黄 所有的隐性表征都没出现 不是跟单性杂交一样吗 好那F1在做自焦 做自花售粉 得到F2 F2它去计算 各位讲一下 总之的形状有圆跟皱 总之的颜色有黄跟绿 我同时看这两个形状 请问F2 它指带的表征会有哪几种 哪几种 圆皱有两种 黄绿有两种 组合一下 是不是四种 哪四种呢 我写在旁边 对 谢谢 黄圆 黄绿 我把字虽然写得丑 这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吧 好然后 诶 怎么会黄绿呢 是什么 黄圆 黄 智 绿圆 绿智 反正就筛力组合一下 不要再玩了 好 那孟德呢 就去算F2指带 每个指带表征 有几颗 数一数 数一数 他发现 我们要算一下哦 哇 圆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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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9 9颗 对不对 然后算 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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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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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咒黄 咒黄 3 然后 咒率 好 各位 这是关键的 他做了F2指带 去算了指带 发现 哎呦 我四个不同表声 圆黄 圆黄 咒黄 圆绿 咒率 刚好 数字是 9比3 比3 比1 孟德 看到这个数据 心中 叮 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喜欢这个比例 为什么呢 来看 他就想说 哎 这个比例很有道理啊 我们看他怎么解释的 好 我们刚刚做单性杂交的时候 我们又把这两个形状分开来看 单性杂交的时候 我们看圆黄 这边是圆的纯米系 这边是皱的纯米系 然后对面呢 这边是 黄的纯米系 因为黄是显系 然后这边是绿的纯米系 好 各自做杂交 发现F1只出现 圆或只出现黄 只出现血系 然后做F2 出现了3比1的关系 还记得吗 3元配1昼 3黄配1绿 好 这是比例 我们换成几率好吗 换一下 换成几率 好 这个的几率是不是 3加1是4 他占了4分钟的三分 他占了4分钟的一分 4分之3比4分之1 这个是4分之3比4分之1 好的 我们来玩什么 来看咯 现在呢 我要你的指代 又圆又黄 不就是圆发生 同时黄发生吗 两个几率相乘 16分之9 我要你又圆又绿 不就是4分之3 乘4分之1 16分之3吗 我要你又皱又黄 4分之1乘4分之3 16分之3 我要你又皱又绿 4分之1乘4分之1 16分之1 叮咚 有看到没 9比3比3比1 这符合成法定理 对 真的呀 他的几率可以有 两单独事件发射的几率 相乘而获得指代 该发射的几率 这不就符合 成法原理吗 所以梦德看到9331 就知道 他符合成法定理 那梦德怎么应用成法定理呢 紧听好咯 我发现他们的F2 双性状之间 出现的成法定理 代表这两个性状之间 互为独立事件 你们还记得 那个成法原理 它的内容吗 两独立事件 同时发生的几率 为两单独事件是成绩 所以如果你符合 成法原理 代表这两个事件 互为独立事件 不会互相干扰 他发现 两个性状之间的遗传 互为独立事件 他就提出他的 第二遗传定理 叫做自由配合率 为什么叫自由配合率 因为 种子的形状 跟种子的颜色 独立开来 而各自自由配合 他们两个 不会互相干扰 所以自由配合率 有些课本 把它翻译成 独立分配率 其实我比较喜欢 翻译成独立分配 就是你的 豆子的颜色 聚分配 你的豆子的形状 外形 聚分配 两个互为独立 所以两个性状的分配 是互为独立的 叫独立分配率 那我们课本叫它 自由配合率 独立分配 或自由配合 为什么会出现 像这样子的 独立事件 是随机的呢 好 我们现在给你一个解释 因为 成对的遗传因子 讲这是这样好了 另外一个个例子 你在形成配值的时候 成对的遗传因子 会分离 会随机分离 分离完之后呢 这是A 另外一个我换个颜色 这边是B 大B小B 这边是大B小B 好 它出来是大B小B 两种配置 它出来大B小B两种配置 好 只看单一性状的时候 A的话 它这边有A大A小A这两种配置 这边有大A小A两种配置 它就自由组合 有出现四种配置 那其中大A小A跟小A大A 我们过为同一种 对面这也是啊 对不对 也是啊 好 所以我们在形成配值时 我们的那个 成对的遗传因子 会互相分离 而且互相分离的重要是 B分离B的 A分离A的 然后它们在自由组合 而这个组合也是随机的 所以你形成配值时 A跟B互为独立 而形成核子时 又是随机分布 去随机交配 随机受机 就会产生完全符合数学的 几率分布 所以就会符合数学上的 几率的状态 也就是所谓的 呈法定理 好 所以孟德 透过9331这个比例 叮 符合成法原理 所以这两个 性状 是互为独立事件的 好 以上就是孟德的第二遗传定律 自由配合率的内容 好 那我们做一下延伸 事实上当时孟德 还往后做 他做到了三性杂交 所以那个数据很复杂 而且他的数据很漂亮的 又fit 成法原理 好厉害哦 所以你看 原理很棒 实验很赞 还延伸 对 还跨科 这不是现在科展最喜欢的作品吗 好啦 好 那我们来延伸一下 什么叫三性杂交 三性杂交 比如说 金德高矮 总值颜色 总值形状 可是我们不要再用实际的例子 我们用个比喻好不好 我画一下哦 假设呢 我今天看三个不同的表征 我称之为 A B C 三个表征 好 那我发现呢 A的表征 有显性表现或隐性表现 B的表征呢 有显性表现或隐性表现 C的表征呢 有显性表现或隐性表现 我可以这样说吧 我用大圈圈代表显性 小圈圈代表隐性 好 请问大家 我今天同时观察三个不同的形状 他们只带着三形状所排列 所组合出来的不同表征 总有几种状况 也就是说 A B C各种表征的组合 有几种 是吗 想一想哦 是不是8 为什么会这样说8呢 因为A有两种 B有两种 C有两种 所以2乘2乘2 2的三双 有8种 对不对 好 哪8种呢 因为这就有8种 我们来图法列一个个列出来 考试时不要一个个列出来 你会算到死 可是这边好玩吗 我们玩玩看 好 真的吗 那我玩给你们看 这样可以吗 好 那假设A B C三个不同的形状 我可不可能A B C都显性 我可能A显 B显 C显性 A显 B显 C显性 也可能是A显 B显 C显 也可能A显 B显 C显 也可能A显 B显 C显 我为什么要这样列 我是故意的啦 这边有8种 所以我把全部列出来 好 请问大家 换个颜色 请问你 这一个子带 就是这种表现的子带 它的几率为何 就是 我把题目讲清楚了 大A小A 大B小B 大C小C 这个个体 跟大A小A 大B小B 大C小C 这个个体做杂交 假设ABC符合自由配合率 那子带中 A显性 B显性 C有显性的子带 会占多少比例 大家不用怕 我们来玩玩 孟德怎么思考的 好来咯 我先看A就好了 大A小A乘大A小A 它的子带 A是显性的 是不是四分之三 A是显性的 是不是四分之一 那大B小B乘大B小B B是显性的占四分之三 B是隐性的占四分之一 三显性的 C呢 大C小C乘大A小C 大C表现的是四分之三 表现显性 然后隐性是四分之一 好你看 这是A显性四分之三 B隐性四分之一 C隐性四分之一 而同时成立因为 乘法原理ABC互为独立事件 同时发生的几率为成绩 相乘 答案就是六十四分之三 算出来了 对 就发现数学的几率超好用的 你会觉得数学很美 很漂亮 很好用 在欣赏的角度 在实用的角度 它都是很重要的工具 好 以上 这是双性杂交 研论成三性杂交 我们来示范 练习一下下 我们来示范